第三場共同意見發表會 在藻礁議題上 是由東海大學的林慧珍教授 來對上前環保署長詹順貴 林慧珍是強調 不管是原方案或是替代方案 都會破壞到藻礁 而且相關設施 還會讓海水上升三點五度 成為三階海鮮鍋 但詹順貴就駁斥了 說升溫不到零點五度 也說自己當初不能接受原方案 但願意為外階方案來掛保證 可以兼顧藻礁生態系 第三場共同意見發表會登場 真案藻礁案由東海大學教授 林慧珍擔任正方代表 迎戰反方代表前環保署長詹順貴 林慧珍強調 不論是原方案或是替代方案 都會破壞藻礁 坦言外推方案就是急救章 止痛藥的提案 相關設施的建制 將造成封閉環境 海水上升三點五度 讓當地成為三階海鮮鍋 不論原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 未來把它圍在裡面的時候 都會造成降溫上面的困難 它形同是一個三階海鮮鍋的狀況吧 它的溫度這樣子持續的都是在提升的 這種情況 裡面的生物未來怎麼樣來克服 這個不斷升溫的一個生存的條件 如果是採封閉式的設計的話 它可能會影響的升溫 可能是不到零點五度 那裡面他提到一個什麼最大升溫 可能會到三點多度 對不起 那是因為臺電的大潭電廠所排出來的 這個溫排水導致的升溫 不是因為三階新建而造成的 面對工頭史上第一個保護環境的提案 環保運動出身的詹順貴強調 現階段最主要是減煤 燃煤發電產生的空氣污染遠高於天然氣 天然氣上不來煤就降不下去 從開場到結尾都強調自己當初也不能接受 外接遷移的原方案 但可以接受外推方案 外推方案是可以兼顧這些多元的環保價值 縱使因此被以前的這些朋友罵我背叛保育價值 環保價值我都在所不惜 這樣子的城鄉總共會超過303個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丟下去 它下面所壓到的這些棲地底部還有生物 其實都沒有一個可以倖免 林慧珍強調這不是經濟與環保的選擇 是價格與價值的選擇 不能破壞擁有七千六百年歷史的大潭藻礁 詹事館保證外推方案對藻礁的影響降到最低 還能兼顧藻礁的生態體系 而總統蔡英文二十五號也將前往桃園大潭電廠 視察實地說明 記者 林信莊志成 台北報導